第一个请你在你的专案里面 按右键先新增一个 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那个 一个module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 先new一个 new的话你可以 在上面new好了 这边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呢 new一个module ok 那new一个module名称也就是 这个prime prime这个module里面 我们要怎么去 确定说它是不是一个直数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一个变数 也许我给它一个叫relaut relaut这个等于什么呢 预设值的话等于false 就是先等于是它不是一个直数的一个 那你这个地方 true跟false 有的人甚至会把它写成什么 写成0或1 其实你这边可以用0或1来代替 这边1也可以 如果你不习惯因为其实在 在像java里面有true跟false 那python有的时候 如果你不用true跟false 你可以用0或1来取代 也都ok 那我们大概 的逻辑是这样 第一个就是说 先让使用者输入一个 一个整数 那这个地方当然我们用之前讲过的import 这个应该没问题 只是说import之后的话呢 他import进来的值 会是一个 置串 那我用int把它转型 转成一个int一个整数之后的话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prong的这个变数里面 再来的话就是跑一个for回圈 不过这里的话你要跑坏回圈其实应该可以啦 改的方法我前面讲过 初始值 然后呢可能你一个条件 坏后面放个条件 处的话进去 但是呢 累加值你可能要自己加 不过好像用for会简单一些些 for i in range 从第2个字开始 到哪一个呢 到这个prong的这个 不过其实已经int了 所以这个int其实好像有点多余 算这个应该可以拿掉 然后呢这个指的是 prong的前一个字 ok 前一个 所以第2个字 比如假设输入 25的话 他就会到2到24 做什么呢 如果能够整除的话 整除的话就等于 0 如果整除 那我就怎么样呢 表示他不是一个直数了 那把real的改成true 如果if这个true的话呢 那就输出他不是一个直数 反之的话呢 他就是一个就是 这个反之就是他一直跑 跑 然后呢他没有变更 这个real 所以他一直是false 到这边的话会跑这里 那就是 直接输出 他不是一个直数 所以我们把它执行过的话 基本上 来看一下 基本上第1个 底下 输入是不是一个 输入一个整数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一个 29 OK 这个是不是一个整数 是不是一个直数 然后 他输入进来之后放在这里 然后呢就2到28 帮我算一下 看有没有整除 一直跑跑跑 如果有整除了 就跳离 那这边就输出不是一个 反之就是一个 我们来直接按点 Enter OK 那因为一直跑跑跑 一直2到28 没有一个可以整除 的 那当然就直接 输出那个是一个 那假设我们 另外再输入一个 比如说 58 好了 OK 假设这个数字 跑跑跑跑跑 跑到哪个数字 会跳离呢 那他应该 应该理论 跑到一个数字 那当然 如果说呢 因为他跑完了 可是如果假设 你希望看到细节的话 教各位一个 在那个 Eclipse里面 他可以设定 中断点 因为你有时候想说 到底他什么时候会进到 有没有 你这个时候看不出来吗 那如果说你希望当 某一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那但是哪一个直 造成他这个结果 那你可以什么 设定一个中断点 那其实Eclipse 他里面提供了一个 Debug的一个模式 这个Debug模式 用起来可能你要学习 操作他那个 E 比如说你想知道 什么时候会让他为True 所以你可以在这一行上面 前面 点两项 设定一个所谓的中断点 那中断点意思说 程式跑到这边 停下来 他会停下来 也就是说你程式如果你希望让他停下来的话 你可以在前面 设一个中断点 第二个的话呢 看还有哪里需要中断点 比如这边也可以希望停下 假设这两个地方设中断点 那如果说你希望让他 当他这个 像我输入58 他会停下来的话 你可以第二个 记得按下这个 Debug模式 你可以把它 按下去 那他跟上面这个执行不一样是 他执行 就整个跑完了 那这个的话就是遇到中断点他会停下来 比如说我今天按下他 那底下一样怎么样 一样输入一个58 那到底哪里跳出呢 Enter之后的话 他这个时候会问你说 你要不要切换到 除错模式 OK大概是这个意思 按yes OK 他会怎么样呢 特别注意 请注意 你要切过去要切回来 他会切到这边来 这个就是Debug模式 所以特别注意如果你要切回来 记得再切回到这边就可以 这个可能是一个重点 因为 很多同学 不太习惯Equilibus 可能会迷路 OK按确定 然后他会切到什么 切到这个Debug模式 并且呢 当你在跑到哪一行 跑到刚刚这一行的时候呢 他会停下来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会把所有 在这个程式里面的所使用到的相关的那个什么 相关的 这个 变数 帮你把它列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假设举凡这些东西 他都会帮你列出来 比如说 到底Result里面放什么 Pronter先放什么值 他都全部帮你 放到里面 那你可以把它执行啦 比如说 更新的 他这一行 然后Pronter本来是为False 他就为True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看一下他这边哪一个值可以让他 他也会显示出来 所以 基本上 所以当他为2的时候 I 为2的时候其实就整出了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也会出现 当他 跟2 当I 所以其实第1个就跳离了 当为2 就整出 所以 就直接跳离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地方 那目前程式其实不是很复杂 所以答应该 不太 如果你想要除错的话 可以用这个除错模式 那如果你要结束他的话上面有个结束 然后呢你可以跳回来 特别说这边有个跳回 原来的开发 OK 那如果说你将来 想要移除这个中断点 你就把它快点两下 加的话是点两下 移除的话也是点两下 你可以针对 某一个地方的 这个程式假如啦 其实 常常见的就是你程式太复杂 而且有bug 哪里有bug 你不知道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中断模式 去 看一下有些哪些变数里面的值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刚也有把那个 这个 最后 撰写完的程式 把它 放在那个云端上面 所以请各位找到那个 我们云端上面 下方这边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好